首先下载Garmin Connect App来配对手表 然后您需要使用随附的充电线插入LiLi才能开启手表 一旦看到您好,在LiLi萤幕上显示 就可以设定您所想要使用的语言 再请打开Garmin Connect App并按照手机萤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您将设定自己的睡眠偏好 设定目标 形式力 现在就快要完成了同步您的装置 在这里,您可以设定装置的一些主要功能 就能够发挥最大功用 睡眠脉搏血氧 设定闹钟 微调补水目标 女性健康状况 和制定您的Widget小光剧列表 现在我们开始使用您的LiLi智慧碗表 由于在不使用的状态下 触碰荧幕是保持关闭的 因此您需要唤醒才能使用 您可以轻按两下触碰荧幕 或抬起手腕并旋转朝着您的身体 当荧幕打开时 点击触碰荧幕可快速查看您的步数 心率 身体能量指数 和消耗的卡路里 向左或向右滑动 即可查看当天的统计信息 健康数据 形式力 女性健康数据 以及您新增的任何其他Widget的工具 如果您从上到下滑动 您可以进入手表控制中心 例如请勿打扰模式 查找我的手机等 要编辑控制中心 只需按住萤幕即可 完成后请按圆圈完成编辑 您也可以按圆圈打航回到上一页 然后从表盘打开主选单 在这里 您可以打开和开始活动 更换表面 时间 以及进入您的手表设定 只需点击触碰荧幕即可打开选单选项 如何更改装置语言呢 预设的语言是中文 手表本身没有语言设置选项 当首次开机使用时点选拧好 可以设置语言 后续如需更改装置语言 您必须先将装置与Garmin Connect配对 然后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在Garmin Connect Up里面 点选更多 再点选Garmin装置 然后选择Lily装置 点选一般 选择语言 再选择您所想要的语言 就这样 现在您已经了解如何基本使用Lily智慧碗表 有需更多资讯